前民众党桃园党部发言人马志威 年初涉嫌收受中共资助参选 又被控非法搜集官员国会联络资料提供给陆方 一审遭判决有期徒刑8个月 然而马志威却被爆出27号在立法院议场开直播 对此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强调 立院管理要加强 担忧重要资讯流出 要求严正对待 另外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黄国昌表示 不认识马志威 强调他和民众党已经没有关系 并说马志威怎么跑进去立法院 要请立法院回答